哈囉 各位大家好 接下來來介紹一下我們如何把這種在顯微鏡底下看的影片 等一下我們要來鎖定這隻移動的喇叭蟲 那要怎麼做這件事情 那這個鎖定完之後可以看到它變成像這樣子 就是你的螢幕當中就只會看到這一隻蟲在動而已 所以你就可以很專注的看它到底發生什麼事 好 那首先先看一下這個影片 影片我們要先匯入我們的ImageJ 那我們這一個是用Fidge 它是有外掛的 那這裡因為用Fidge 它可以直接匯入這個影片 那我影片是用Import裡面的Movie FFmpeg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剛剛是喇叭蟲 那我先匯入這個影片 那這邊如果你的電腦的效能夠好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虛擬的 就是讓它不要完全讀進來 但是因為我的電腦沒辦法 所以我這邊不會用虛擬的Stack 所以我這邊GoGo是取消的 好 按下OK之後 接下來它就會把那個影片都讀進來 那它會把每個影片當中的每個影格都變成一張圖 所以現在在畫面當中是462張影格 所以這個就是把它疊成 用影片疊出來的東西 那接下來我們要處理的是 讓它我們要去追蹤這隻生物 那我先講一下比較手工的方式 手工方式就是你要去先追蹤它 點出它在哪裡 那我們會用到這個工具 在這裡第七個工具 那一開始你要先在這邊先點兩下 就在這邊左鍵點兩下 先開啟它的一些設定欄 那第一個要設定的就是 你要讓它這Auto Next Slice勾下去 然後還有一個Add to ROI Manager 這兩個讓它打勾你的處理速度才會比較快 因為等一下你去點到 點這隻生物之後 它自動就會切換到下一張Slice 然後它會把你點的東西自動送到 ROI Manager 那我們後面要處理的時候 都是要從這邊ROI Manager去處理 好 那現在我就按一下OK 好 那我先回到從第一張開始 那等一下我大概不會全部處理完 但假設我可能處理一個十張二十張左右 好 那我現在確定我這是用點的 然後接下來我先 我等一下主要點的位置就是 比如說這隻喇叭蟲 我就鎖定好它的身體中間的地方 所以我每一張都要點它身體中間的地方 好 我點了一次之後它就出現ROI Manager 那後面這不用管 接下來我在點的時候 它其實 之前點過的它都會一直出現 那你不用管那個 反正你就是找到喇叭蟲的中間 身體中間一直點點點點點點 所以我現在已經點了第二十張了 好 我就點到這邊好 點到三十四張好了 等一下我們就用三十四張 再多一些好了 那我現在點的這些 這些綠色點點都是之前它身體 就是在之前的影格當中 它的身體的位置 好 那我現在有這些資料之後 下一步 我們 等一下我先把這個Stack當中 後面這段我不要 我先切掉 在Image當中的Stack Stacks當中 我找一下 在Tools裡面有一個 Slice Remover 移除 從哪邊移掉 那我要移掉的是 從 我看一下 我剛剛做到 第四十二張吧 我從四十二張 到最後沒有 都把它移掉 那 這個四十二四三四四 每個都移掉 所以我這邊應該改成一 沒事加一的意思 好 都把它移掉 所以我現在只剩四十一張 那我這邊 做到四十張 好 第四十一張沒有做 那我來做一下 第四十一張 OK好 所以我現在 從 第一張到第四十一張 通通都 幫它標了一個身體的點 好 那下一步我們就會 把它來 全部框起來 全部框起來 然後按Measure 那 這裡Measure我們要重點 是要知道說 那個點點的X跟Y 還有它的Slice 這三個 那 可是你們一開始 開這個Resource 可能沒看到這個 Slice在哪裡 所以 所以 要在Analyze當中 有個Set Measurement 在這邊 有一個Stake Position 你要把它打勾 那 重點就是要有X 有Y 然後還有這個Slice 這三個 好 那我現在有了這東西之後 接下來我已經寫了一個 簡單的程式 那要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把每個影格的 剛剛已經標示的點 把那點都移到正中央 就是了 那我們看一下我的程式 我的程式 這一個 好 這個程式當中其實做得很簡單 它就是 一開始 這是先取得整張照片的中心點在哪裡 就是這個中心點 所以我前面兩行在找中心點XY值 然後面這一個就是把 在Meture出來這邊 全部有40 40 41張 全部有41 從1到41 每一個都要總共做41次就對了 那每一個呢 我都去找到這裡面的X值跟Y值是多少 然後用這個跟它的那個中心點去算說他們到底差多少 然後把那張Slice移到中心點 所以他就做這件事情 用Translate去移動 用這個啦 Translate 對 用Translate去移動中心點 就做這件事而已 好 那我現在確認一件事情 我的Result有了 然後接下來我就直接按Run就好了 好 Run完了 好 就很快啊 因為他現在都已經到中心點了 所以我們先來框一下好了 我先把這 選到 中間的框框 這不要按Show All 你看我這樣框在中間 然後你就會看到 他應該 這隻床就會在中心點了 那接下來我就只要把它Image Crop 好 那就可以看到他都一直在中心點 好 就這樣做就可以囉 好 那這個程式嘛 我會貼在影片的最底下 好 好那後面我會再講一下有沒有比較快的方法 像我這邊點點點 快的方法是什麼 好